刑友发言人胡凯宏 首先啊 我就白笔书的主要内容 向大的跨越 西藏民族改革60年 所以打来攻击 这个我们现在的人权 是完全是别有用心 他践踏人权 就根本就没有权利 没有资格 不配探人权 探留人权 不必探人权 如果西藏的老百姓 这么爱中国 这么爱共产 所谓的西藏的独立问题 是不存在的 包括 打来集团在境外界里的 所谓的 领外政府 是非法的 无效的 非法无效的 它不代表不了人民 它不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的人民的政府 世界上也没有承认过 世界上也没有承认过 西藏等多个语中发表 有人民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八大 十九大 真没发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